用數字看臺灣掌握最新財經脈動 各位觀眾晚安 我是謝金河 歡迎在路收看本週的數字臺灣 我們要來看看在這個禮拜 今天特別請到臺大的教授 明居正明教授來到我們節目現場 那麼他同時也是 我們看到透視中國資深國際研究員 我想這個他今天特別用了一個頭銜 我們要透視在從這一次香港的 反送中所造成的大規模群眾運動當中 背後的整個政治的理路 我想我們要回來看看習的在這樣的一個 統治的危機當中 他透露什麼樣的訊息 我們看到在這個禮拜當中 這個林鄭月娥第二度召開記者會 正式向港人道歉 但是他並沒有表示要把這個逃犯條款要撤回 所以香港的張力還是在 那臺灣其實有非常大的這種不同的這個反應 你可以看到這個幾個比較大的報紙當中 大概中國時報是沒有報香港的 所以大概把報紙頭版條 把他同一天放在一起 那這個評論還有一個他講到反 反修送中 紐約時報講 他是習掌握掌權之後最大的政治讓步 這是大概在這一次香港的反送中的抗爭當中 我們看到有非常多的群眾運動的場合 這個包括學生人走上街頭 這個香港開這個催淚瓦斯 同時我們看到港 香港的大學生走上街頭 跪在地上 這個都是非常值得大家去思考的 未來的對香港的變化 我們可以看到在過去很長的時間 大家都覺得香港人很現實 他們平常很少過問政治 但是為什麼一下子第一次一百零三萬人 第二次兩百萬人 這個是我們看到香港的這種群眾運動 那個人潮是讓大家高度的關注 也就是說在這樣一個人潮當中 他引發國際媒體高度的報導 你看到這個是這個在反送中之後 國際的媒體包括Time 包括經濟學人 他們都有非常深刻的報導 我在上禮拜特別去看黎智英先生 他也特別提到 他說這個年輕人覺得 反正我都要死了 就跟你拚了 這個在他談到香港人的心聲 那他覺得他是香港的反對派領袖 他也不能一走了之 他一定會跟香港共存亡 那他同時提到臺灣的總統大選 他說如果你想死 那你就選郭台銘跟韓國瑜 他是這個他說這個一定要 要把他記下來 他是講的斬釘截鐵 所以我想他說臺灣人不會不會死嗎 他說一定死 他是特別強大這個語氣 所以我想在香港的這一次的 反送中條款當中 背後所透露的信息 我相信足夠大家高度的關注 我們同時在把這一次的這個 這禮拜的財經重要的焦點 你看到這禮拜這個習近平跟川普 兩個人通上話了 他們就是習要參加這個Z20的大會 那川普也善意回應 那這個地方又給大家帶來一些 這個美中貿易和解的期待 但是大家可以知道美國現在有一些企業希望川普能夠收回層命 那華為最近也特別召開記者會 他也講到如果在這一次的這個 這個對華為的制裁當中 華為的營收大概一年會少掉三百億美元 這個也是你可以看到任正輝先生這一次在最近一連串的對外接受媒體訪問 他也特別提到華為所面臨的困難 那如果華為的營收不斷的在增花 那麼對全世界電子供應 供應鏈會帶來非常大的影響 我們看到新加坡的電子業的出口 現在也是顯著的下滑 所以這個新加坡的現在出口的值 大概五月份是按連衰退三十一點四趴 這個這個衰退幅度是非常可怕的 那另外一個效應是我們看到阿里巴巴 決定要回香港第二掛牌 那麼他是一股拆成八股 那決定在香港上市 那這個情況對阿里巴巴的未來 到底會不會帶來是更正媚還是負媚 我相信對香港的資本市場 會帶來非常大的影響 這段時間大家可以注意到 香港的資本市場 其實不斷在弱化當中 第一個香港的掏空的公司 越來越多 到現在為止 香港有七十五家以上的公司 是停牌 那這個停牌就告訴你營運不佳 那要付牌機率非常小 第二個現在有很多的這種掏空的公司 突然之間一開盤股價跌了八成 這個都在香港經常 經常可以看到的 第三個香港的股價掉下去之後 很難回來 那摩根最近也在想 如果Geos大會之中 大概有三種可能 一個是兩方達成和解 那港股可能回到三萬兩千六百點 他說如果雙方沒有達成共識 大概兩萬八 如果雙方攤牌翻臉 大概是兩萬一千點 這個是香港現在比較悲觀的意期 另外我們也看到 習在這個禮拜他到北韓訪問了金正恩在 日二十之前 那這個可能要等到情況明朗才能夠了解實況 這個美國跟伊朗的現在的衝突 看起來核的核子武器 伊朗不斷的在加重部署當中 這個也是增加美國跟伊朗之間的衝突 另外這個禮拜我們看到 以色列把這個戈籃高地 他命命川普高地 這個也是給川普一個善意回應 另外這個禮拜當中 歐洲央行的主席德拉吉 再度重申 要再度降息 這個是給全世界寬鬆 帶來一些期待 另外WTO 中國原來申訴 要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 他這次北京是撤銷申訴 那這個情況對未來來講影響是大的 我們可以知道兩千零一年 中國加入WTO 全世界都期待中國會變成民主的國家 同時他也承認要開放市場 但是從兩千零一年到現在 中國並沒有信守承諾 這也是這一次美中貿易戰當中 大家爭議的焦點 這一次他撤銷申訴 大致上我們可以觀察他的後續的效應 這個是這個禮拜當中 我們把幾個重點來告訴大家 今天回來我們要來請我們明教授 給大家來完整的 對我們從香港的反送中條款談起好了 我想這一次 臺灣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在去年的時候 臺灣有一個很重要的主軸 叫做花大財 這個花大財就是反正你只要賺錢 反正當豬當牛當狗也沒關係 那今年開始 這個開始有很大的改變 就是大家對國家的存亡 那對臺灣未來的定位 對臺灣的主權看起來比過去更敏感 所以我相信這個委會在去年 這個九合一的大選 我相信民進黨輸得很慘 但是在今年看起來有些氣氛在轉變 所以有人在講那個天命 像蔡英文總統在這次黨內的出選 剛好碰到香港這個反送中 抗爭最激烈的說黨內投票 我想對小英總統來講 那個是天使地利人和 身為的問題 那我想這是在 有人在講那個大位 不能要以自取 那這個就是說大概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環境在轉變 先請林教授來給大家 來上一堂課 就是說香港這次反送中 當中他的底印 也就是說香港人在過去來講 他一直都是一個對政治冷漠 反正香港從這個鴉片戰爭之後 香港變成一個殖民地之後 香港人只要把自己的那一份事弄好 他全世界天塌下來 都跟香港無關 香港人為什麼這一次這麼緊張 這麼多人走上街頭 其實說起來是一個很深很大的問題 我們很簡單說一下 我們一直講 我們說香港這麼多年來 是一個雖然民主 但是卻有自由的地方 香港人這個大概從 你剛剛說從鴉片戰爭以後 大概差不多一八四二以後 所以你確實說 簽了這個江寧條約之後 香港割讓 然後陸續就租借九龍 新借這樣等等 到現在這個一百年出頭 所以香港從一個小漁村 現在變成一個發達的國際都市 國際的金融金融中心 香港人大概在這邊 你看說從一八四零年到現在 大概一百六十七一百六十一百七十年 不到一百八十年 一百八十年中國人說是二十五年一代後 就是差不多七代人 對 七代人活在一個就是雖然沒有民主 但是有自由的一個地方 那這自由是怎麼來的 大家很少去想這個問題 但你仔細想一下 這自由來自於法律的保障 法治 法治 對英國的統治裡面 法治最重要的根源 英國人很在意這東西 英國當然就是全球殖民剝削人 然後這個把壓迫別人 大家都很討厭 可是英國帶出兩樣很不錯的東西 第一是很棒的這個法治 第二就是執行這法治的文官系統 對 這我們大家讀政治學的 這個大概都有這個理解 所以香港人過去呢 可以不用國文政治 還活得不錯 因為他有自由 而這自由是靠法治所保護的 而英國的法律呢 它基本上是一個基本法 對不起我們叫普通法 對 那麼這個普通法簡單說就是 它有一些簡單的成文法律 然後它用無數的判例去補強它 那這個一旦一個判例形成之後呢 就變成它法律的一個部分 這樣不斷地去增長 也就是說法律是一個 怎麼說呢 是一個會成長的 會跟著這時代環境變動的 然後去調適的一個東西 但是呢 大家還是有一個準則在那裡 對 那當然我們可以說 沒有一個國家的法律是完美的 沒有國家的這個司法是不會腐敗的 或不貪污的都會有 但是相對來說呢 一個比較法治的 跟一個比較民主的社會呢 它有一個自我修補的機制 是 所以香港就在這種情況下呢 這麼一活活了一百多年 對 然後不但活了一百多年 英國把它打造成一個國際自由港 自由港就是一個沒有稅的 然後它的地理位置也非常好 等於說是中國南部各省 出去跟外國打交道的一個 香港是全世界最棒的避風港 是啊 濕金的避風港 濕金的避風港 跟這個政治的避風港 過去還是什麼呢 是一個情報交換中心 對不對 中國大陸不開放的時候 他拿這地方呢 對外算是唯一開放的窗口 因為他用的窗口 他去了解外在社會 然後外在社會也透過窗口 去了解它 所以香港有了一個 獨一無二的地位 過去台灣要去了解大陸的 很多程度也是靠香港 也是靠香港 對不對 所以剛才主持人問了說 這麼多年不關心政治 現在為什麼這麼關心政治 坦白說你仔細看了 但香港人關心政治呢 97年以後 對 對不對 97年剛開始頭兩年了 我還問了一些香港朋友 我說你們要不要移民了 有些人已經要移民了 他已經覺得不對勁了 有人說不會啦 我們相信這個基本法 五十年不變 五十年不變啦 然後這個舞蹈跳 馬蹈跑 然後股票造草 對 就像這個市長說了 它是一個繁榮的社會 對 那現在大家慢慢覺得不對勁了 其實當時我們都已經看到 我們說中共不會信守承諾的 對 當然一九八四年的時候呢 鄧小平接見那個香港 那個議員訪金團 當時是中士元爵士帶隊吧 然後鄧小平接見了 就講了很大一段話 因為那是第一次鄧小平呢 對外界社會這麼完整的表達 他對香港的看法 對 所以各界都非常知道 然後到我們當時就詳細讀 詳細分析了 他裡面就特別講了五十年不變 對 然後他就說五十年怎麼不變法 什麼的 就我們剛剛講那些話 他都講了 這個我特別把這個檔案照片找出來 你看鄧小平講啊 這個而且最多五十年不變 所以你看在那段時間 其實中國的發展 這個鄧小平當年的改革開放 其實非常重要 是 所以一方面就是 香港說五十年不變 大家對這五十年不變 都理解成為香港五十年不變 所以覺得這五十年是給香港的 對 我把原文找他一看 我說不是 這五十年是給大陸的 因為他說五十年以後 當大陸發展起來了 對 繁榮了 那時候還會小力小氣的處理香港問題嗎 就不會了 所以這五十年仔細完畏 他意思呢 是給大陸的 後來我就研究一下 為什麼是五十年不是一百年 不是更多呢 對 十個五年計畫 哦 十個五年計畫 從哪一年起算呢 從移交以後起算 一九九七 一九九七十年 五十年就是二零四七年 對 所以鄧小平預想就說 照我們在一九八四年談的 對不對 談定了那個東西 八二年談定了 然後八四年接近的人講說 九七年開始呢 現在還有十三年過渡時間 對 我們現在就慢慢平穩過渡 大家錢不要跑 人不要跑 社會 社會不要亂 然後市面不要亂 我們平穩過渡 過渡之後呢 因為香港對我仍然很有用 對 中共看得非常清楚 很清楚 對 即便將來我改革開放 再怎麼樣 我就跟國際社會再怎麼融入呢 我還是要靠香港 現在我們也很清楚了 大概 大陸吸收的外資裡面呢 大概有七成吧 六到七成的從香港來 從香港來 對不對 那這個社長非常清楚了 再來技術很多從香港來 然後他很多後務從香港出去 對 免關稅 所以對他來說 是一個非常好用的地方 對 更不要說其他什麼資訊啦 資金 資訊啦 人才啦 跟科技的什麼 這些這些進出口 所以對他來說呢 香港的確非常重要 而香港這次鬧出這麼大事情來 對他來說呢 應該是 即便不是動搖國本呢 他也是一個很根本的震撼 更重要就是 我認為說 這個會牽涉習近平本身的地位 這個才是一個大問題 這個等一下回來 我們來請明教授 把習的 他的治理的危機 來告訴大家 其實我看香港的獅子山 上面有一個 很大的布條 保衛香港 我相信香港人 他本來認為香港是沒事的 現在為什麼這個基本法 這個當中 其實還有一個值得去探討 就是說這一次 大家在講林鄭月娥 其實我們要了解 從97年之後 你看97年香港的中聯辦主任叫江恩柱 後來叫高世仁 然後彭清華 然後後來張曉明 你可以看到這一次 在緩送中條例當中 其實王志明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所以中聯辦是一個非常凸顯的機構 就是說在過去香港的特首 比方說你看到在董建華的時代 後來到曾蔭英權的時代 或是到梁振英時代 你很少看到中聯辦主任跑到前面來 但是最近你們在這幾年當中 從上一個張曉明 張曉明 從張曉明開始 他開始就浮上台面 所以這兩任 那王志明現在當然在香港 他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他真正的特首 所以這個林鄭月娥是扶在 王志明前面的特首 但是真正的特首 應該是王志明 所以我想 中國對香港的助理 已經是完全掌握了 所以這一次 其實那個 那個反送中條例當中 很多講說流氓條款逃犯 那其實最重要就是他落實基本法 十三條 也就是說王志明在很多場合 他都在講 他說香港不能夠利用 香港高度自助權的特權 沒有辦法把中國的管制 把它踢到一邊 這是不可以的 我想這是一個非常重要 根深蒂固的問題 回來之後我們來看看 從香港來看 習的領導的未來的壓力 我想這是今天要跟大家來 特別沙盤特演的重點 稍後回來 歡迎再回到現場 我們來看這一次 這個聯合報有一篇評論 他講紐約時報的這個 他講說 習掌權之後 最大的政治讓步 就是說反送中 這次沒有按照 原來的進度 能夠順利通過 這個是他激起港人 那麼大的反制 這個我想這背後 到底我們如何來解釋 這樣的一個政治意涵 大家現在都把眼光 擺在林鄭身上 然後認為說他負權責 其實坦白說 對他有點不公平 林鄭我們不能說是傀儡 但至少就是他不是完全自主的吧 對 他背後有很多力量 一個就是剛剛你上面那一張 對 就是那個王志明 王志明這張 王志明的職位呢 叫中聯辦主任 中聯辦我們把那全名說一下 中華人民共和國 駐香港特別行政區 聯絡辦事出主任 簡稱中聯辦 就是中央駐香港的辦公室主任 這裡面有一個重點 特別請他名教授 就是說你看到最近那個郭台銘 在罵那個韓國瑜 他說我叫你不要去中聯辦 結果你呸呸要去 這裡面到底代表什麼意涵 因為中聯辦是一個 剛剛講說這個中央政府駐香港的聯絡辦公室 對 說到底呢 他就是中共派駐香港的最高的這個身份的人 香港的中共對外還有一個叫做工委 工委就工作委員會 他派駐香港那邊還有一個香港工委 那麼王志明呢 就是香港工委的副委員 簡單說就是香港的共產黨 地下黨的真正最高負責人 對 中共的運作方式是這樣子的 那麼我在檯面上治理的時候 那我就是第一把 那不用說了 如果我不在檯面的話 我在那邊派一個工委 工作委員會 就像台灣過去的台灣工委 台灣工委的第一書記呢 就是我中共派駐在台灣的最重要的負責人 所以現在你說香港收回來了 收回來之後呢 因為礙於當初當初的國際情勢 礙於中共的這個政治經濟跟國際地位 然後礙於他的這個這個國際形象 所以他不能直接收一國一制 對 簡單說就是因為我知道我的一國一制很難看 你們都怕 對 所以只好給你一國兩制 讓你先不要那麼怕 對 但是等到情況許可的時候 我就慢慢變成一國一制 共產黨的個性是天無二日 民無二亡 對不對 已經收回來的 我還給他一國一制 那不是給我自己難看嗎 對 所以習近平上台之後呢 當他權勢慢慢穩固之後 我們注意到他內部講了一句話說 要加強對香港的管制 管制 這個話我想社長也聽過 這個話一說出來 我們就曉得說 將來香港日子一定難過 對 好那為什麼這樣說呢 我們就回到一個比較早的問題 就是習近平當時上台的處境 也就七年前習近平上台的處境 習近平是2012年召開中共十八大手上台的 原來不是他 原來有兩個競爭最激烈的 包括薄熙來 對 一個叫李元潮 一個叫薄熙來 對 李元潮呢 是當時的在任的總書記胡錦濤喜歡的人 而薄熙來是江澤民喜歡的人 李元潮這個薄熙來 對不起那個胡錦濤喜歡李元潮 一個原因是他是他是團派 對 另外一個原因就是這個人能幹而且開明 對 那麼江澤民喜歡薄熙來很簡單 因為薄熙來看懂江澤民很在意法輪功 對 所以江澤民上台之後就痛打法輪功 江澤民上台一段時間就是痛打法輪功 薄熙來看懂說原來痛打法輪功可以上位 所以我也去痛打法輪功 薄熙來接著痛打法輪功呢 想要給江澤民得到江澤民青睞 果然如此 就是雙方爭執不下 所以李元潮跟薄熙來爭執不下 最後就是胡錦濤跟江澤民妥協說 那這樣咱們倆換人 聽說是這樣的 聽說胡錦濤跑去跟江澤民說您是老領導 您提名我看合適不合適 江澤民東挑西挑東挑西挑挑了一個貌似忠厚的習近平 習近平真的過去做人各方面都很好 這個我想說得很清楚 他從從福建開始到浙江然後上海當一下下 然後最後到了北京當當官 一路上官生各方面都很好 然後他人緣也很好 所以大家都喜歡他 那麼江澤民當時挑他其實並不意外 對 那麼習近平出來之後呢 其實我們當時看懂一點 他是兩派妥協的一個人 對 換句話說他是一個原來爹不疼娘不愛的 在中央沒有基礎人 現在突然來了這裡了 他的形勢其實並不安全的 對 簡單說就是你看看 胡錦濤被這個鄧小平這樣子隔代提拔 擺在那位置擺了一段時間 結果現在他上台之後呢 還被江澤民架空十年 我這樣就被兩邊妥協就上來了 我憑怎麼玩呢 對 所以當時我們團隊想說換的是我們的話 我們怎麼辦 所以我們就設身處理想說 如果我是習近平我怎麼辦 後來想一下想去我們說只有一個辦法 我們要奪權反貪腐奪權 對 我們真的事先就寫下來了 我們就在這個2017年他剛剛上台兩個禮拜 對 我們就說他會反貪腐奪權 那後來的五年就清楚了 反貪腐 所以你的團隊就透視中國的團隊 是 那當時是叫新紀元團隊 那現在我們拆了兩個 一個還在新紀元 然後一個要透視中國 是 好了 那我們當時想說他要反貪腐奪權 後來果然不錯了 那這個長話短說 中共後來在兩年前不是開19大嗎 為了要這個 展現習近平的政績 就特別做了反貪腐的展覽 我們就特別看了官方說法 官方說這四年多五年反貪腐下來 成效斐然 對 我們一共辦了一百五十四萬件案子 對 涉案官員一百五十三萬七千多人 是 然後呢 真正宗教司法五萬八千人 我們一看我們說 唉唷 這個中文有這個學問可以做 我們就把名單拿來 我們挑了最高的大概一萬多人名單 對 電腦跑完 結論很簡單 大概百分之七十是鐵桿江派 是 然後剩下百分之三十大概各半 江派一半 胡派或西派一半 那你如果說是一般反貪腐 你都會說這個動作很棒 那我們問了一個更棒的問題 江派會怎麼看這事 很少人這樣想 江派想說最小的可惡 拿反貪腐做藉口呢 打我的人 打成這樣的 那再給你再干五年就要得了 所以非要把你打下去 所以我們當時預測呢 兩派鬥爭會更加激烈 而我們把時間點都說出來 是2016年的北戴會議 到2017年北戴會議 是 先後抓了孫政才 防風會張揚 這都是這些表現 但簡單說就是 當習近平這樣反貪腐 固然造成了巨大成就的時候 他同時帶來反貪的力量 反貪力量就是造就了四大支 反對他的人 江派的這些殘餘的官員 對 中央到地方的貪官 然後經商的太子黨跟太孫黨 然後最後呢是軍中反習派 這四支力量的反他 那麼其中最核心的當然是江派 因為江派有實權 對 所以我們那時候想說 江派被逼到這個角落 他能怎麼辦呢 我們就也設身處地 幫江派想了一下 我們說江派大概可以設計 設計出十二招到十三招 把習鬥倒的方式 其中我先說一下 有一招就是香港 有三招是台灣 哦 那其他什麼暗殺啦 什麼等等都在 那當然最重要就是文宣了 那也就是說 習近平這樣就面臨了內外的壓力 那我們先看看內部的壓力 內部剛剛壓力 剛剛講了政治上的部分 然後再來是經濟 經濟部分這個主持人就很清楚了 您是專家了 大概經濟跟金融的問題 一句話說完就是 中國大陸經過這麼三四十年 改革開放之後呢 他的工業化紅利用的差不多了 土地資本勞動力等等 那個都上來了 都在高檔 所以外國公司來投資就不划算 既然不划算 他就漫漫外移嘛 這是合理的邏輯 那麼一旦開始外移的時候呢 他衝擊到大陸 第一就是大陸的生產力 所以川普這個打在這個要害上 這是非常關鍵的啦 就是關稅課上去的時候 你招架很難啊 他我們這樣講 商人打商人打得特別準 對 是不是這樣 他曉得打哪裡會痛 他曉得說關鍵點在哪裡 所以工業化紅利用完之後呢 他們就想說別的辦法 怎麼樣去拉動 那你如果說出口投資消費的三架馬車 都拉不動的話呢 那你就要找到下一架馬車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兩個 一個是一帶一路 一個是華為 對 所以我們說 將來這兩個都要討 先談到這裡 我們先進個廣告回來 繼續從這兩個破口 再來跟大家進一步來解讀 稍微來 歡迎大家回到現場 我想今天就上一堂這個 在台大上政治課 那明老師大概可以把剛剛我想怎麼從香港 談到習近平 剛剛也談到一帶一路跟華為 我們就從這個地方開始 那個一帶一路 當時我們看一下 他要成功有幾個條件 他必須就是我推出來的這些產業 在當地能用得上 然後當地的政治狀況很穩定 能夠支付這個貸款的金額 然後能夠有回收什麼等等 然後第三就是牽涉到的大國不反對 大概是這幾個條件 那如果說這幾個條件 只要有一個不具備的話 這一帶一路都很難成功 所以中共官方很會宣傳 他只能把這漂亮的一面講出來給你聽 吸引大家投資 大家開始也相信了 可是我們把那個路線詳細看完 這第一個 第二我們把它推出產業 我們看了一下 然後第三我們看你牽涉到周邊的國家 我們都認為說應該有很大的困難 雖然它是一個很棒的這個口號 然後很精彩的設想 北邊我們說你這樣走下去的話 第一你會碰到俄羅斯的主力 因為你進入是俄羅斯的傳統的地盤 你等於跟俄羅斯在爭後門 這還得了 俄羅斯的力量不夠就會被你奪去 俄羅斯的力量一夠還一定要拿回來 所以它為這個暗中下半子 當你走到歐洲的時候 歐洲大國會不會這麼容易接受 那是另外一個問題 好 南邊的內陸 我們看到第一個 大家很難想像的是美國 對 南邊你只要走水路 你碰到的 不管是中南半島 泰國 印度 最好你碰到都是美國 對 更不要說美國會把印度跟泰國拉起來反抗你 對 所以我們看這兩條路都有困難 那今天不是重點 我就先不說這個 如果再加上一個貪污在裡面運作 那就更難 再加上貪污跟要回扣 跟我要洗錢 那就更不得了 對 所以我就說光是一帶一路 我們光看表面條件都有困難 好 所以這個大 這個講的是習近平 習大大在國內碰到 第一是政治問題 第二是經濟問題 當政治經濟都出問題 它再表現出來就是社會問題 社會問題有幾個 一個是拆遷 這很清楚了 對 第二是失業 第三是環保 然後因為拆遷失業跟環保 所以引發的官民衝突 對 官民衝突官方現在願意承認的 每年大概是二十萬件 對 那大家說二十萬件 大陸這個人這麼多 地方這麼大 二十萬件不奇怪 我先告訴大家什麼叫做一件 一件就是在這個事件當中 有一百個人直接動手打警察 放火燒警車 然後去扔十塊的 這叫一件 九十九人都不叫一件 那你說二十萬件大陸大 你處處看 每天全國大概有差不多三四百件 每一省每天大概一二十件 台灣省如果每天發生一二十件 超過一百人去燒警察局 然後打官署打什麼 你覺得台灣還能活嗎 對 是不是這樣的 所以大陸這個各方面問題很大 但最後呢 我覺得習近平擔心什麼呢 所有這事情變成 剛才講的政治上反對派挑戰 他的藉口 跟老百姓社會革命的危機 這兩個 那麼為了解決這問題 就出現你長期長期來講說 你看所以他要搞地制 對 因為他覺得說情況越來越不穩了 共產黨有個邏輯就是 情況比較好的時候 我放鬆 鬆到那個程度 我一擔心就開始抓緊 對 他想的不是說 我再放鬆一點 再放鬆一點 放鬆就沒事了 他不是這樣想的 他想說我要不斷地收緊 不斷地收緊 這是共產黨的個性 對 因為共產黨對權力特別在意 我常常講說 共產黨對權力有病態式的敏感 這病態是敏感的 跟跟一般人施權不一樣 在民主國家 為什麼我們大家對權力 失去不那麼在意呢 我們曉得下次有機會再贏回來 對不對 你說民進黨前兩年輸得很慘 現在眼看這次好像形勢慢慢 開始上來了 對 而國民黨好像前面選得很好 現在一眨眼好像又不太行了 對 這就是說有一個機制在這裡 有一個大家認可的競爭機制在這裡 但在一個極權社會裡面 沒有這個機制 一旦沒有機制的時候 他反而害怕 所以沒有拿到權位的時候 拼命拿到權位 等到拿到權位的時候 他又想說我怎麼保權位 對 好 這是內部壓力 就是剛剛你說的 就在他最困難情況下 因為經濟在逐漸下行情況下 突然開始打貿易戰了 那我們透視中國團隊呢 在去年就是2018年1月2號 我們就公開講 我們說看起來 美中之間的貿易戰呢 事所難免 當時我們用的是英文 叫做unavoidable 我們的網站上可以看到 對 那麼後來三月份 川普不是簽了301嗎 對 那我們曉得說差不多了 四月份的時候呢 其實還沒有開始打稅 我們裡面談一下 我們說 為什麼我們有感覺說 川普呢 恐怕還有更高的目標 對 所以我們把我們就花了幾個禮拜的時間 把前前後的事情看了一下 我們特別看了什麼呢 我們特別看了川普的競選演說 跟他前後發表的一些文字 跟他用了那些人講的話 特別當時看了班農講的話 對 我們突然有個靈感 我們說 川普恐怕不只是想打貿易戰 他可能還想打貨幣戰 還要打這個科技戰 然後打到經濟戰 這是我們在去年大概四月份的靈感 到八月份的時候我們說 恐怕川普還會打意識形態的戰爭 對 但是我們是這樣講的 我們說看來川普的對華政策 會有一個轉變 會有一個意識形態上的轉變 我們是八月底九月初說了這個話 川普不是九月份到聯合國演講嗎 然後被人家笑嗎 他會丟下句話說 沒關係 過一陣子我副總統的講話比我更清楚 對 就是 彭斯十月四號的演講 我前面看了 結果你在電視上一直在呼籲說 要多看幾遍 我回去又多看幾遍 我說真有道理 這個厲害 我說謝社長這個話 這個提示很有道理 我說當時我有感覺 但你講完之後 我說你不是說看了三遍嗎 對不對 我又回去看了兩遍 我也假想看了三遍 看了三遍 我覺得你講的很有道理 他講的真的就是講那個意識形態上轉變 但是我觀察到他仍然留有餘地 他說你們現在還可以改旋更張 你們看看臺灣擁抱的民主化的道路 是將來中國人所應該走的道路 這話講的可圈可點了 好了 但是外部壓力也因此而來 所以表面上我們看到是一個貿易戰 那貿易戰最早我們看到是徵稅 中興什麼等等 大家都說美國想壓制什麼 我們應該這樣講 我們不排除美國有壓制一個崛起中的強權的意圖 對 我們不排除這一點 但是我們也必須看見美國在打這東西 打中興打華為的時候相對是公平的 他打中興的這個重的程度 那種力道重的程度 不亞於他當年打波音 那中興犯的罪跟波音很接近 什麼行賄罪 然後盜竊智慧財產權等等 大概是這幾項 所以當年的波音都付了很高的代價 前後罰款罰了十幾億 然後再來就是換了三個CEO吧 然後再來是拔掉了十幾個VP 這樣才把情勢穩定下來 而波音最後講說我們要重建商業道德 我們要重建波音的道德形象 波音才可能活下來 所以後來我們不是有一些公司在 在美國也被打嗎 那後來也花了很大功夫呢 才把這個法尊把它做好 也就這個道理 所以今天我們講說這個外貿戰 一部分當然說我們講說不排除有第一強國 要壓制第二強國的目的 但是反過來說 你不能不看見他有正確的一面 那一面就是我要打造一個公平的商業競爭 這當中其實最大的關鍵就是說 中國從兩千年到現在 我稍微看了一下就是大陸用國家的力量去補貼 去培植的產業 大概沒有一個是對手 全世界都打掛了 打掛了以後就是說現在美國其實他要求你 第一個你對智慧財產權的尊重 第二個國家補貼的手要伸回來 其實那個是讓中國走上現代化重要一步 正確的道路 也就是說如果中國要在技術創新當中 能夠跟美國平起平坐 這個叫原始創新 現在如果你連這個都沒有辦法做得到 那其實那個創新 你會覺得現在連華為他有很大的盲點 華為認為說技術創新 智慧財產權是人類普世價值 換句話說他是沒有代價的 就是說你發明我當然用是 那專利權不就沒意義了嗎 如果這個是天經利益的話 全世界將來都不用研發 坐在家裡等就好了 對不對 那這個就變成說 中國如果是一直用這樣一個信念 我相信他的技術的創新 他當然不會達正 那這個就是現在在未來發展當中 其實很重要的瓶頸 回來以後要特別請教明老師就說 你看臺灣的社會 你說中國的強大 大家都認為中國是非常強 而且如果你看臺灣社會 很多人經常問我 他說美中貿易戰到底誰會贏 我常跟他們講 我說你看到美國人賺到錢 會不會把錢放在中國 對啊 很少 然後你看到中國人賺到錢 百分之百都會放美國 所以我說現在很多迷思 你看大陸領導人就說 臺灣要都是中國人 但你看到中國領導人裡面 他們的小孩都當外國人 臺灣其實包括臺灣的領導人 臺灣在國民黨時代 很多重要的政治要求 他們的主女都拿美國籍 這個情況是非常大的諷刺 所以我們就從這樣一個 就臺灣的社會 為什麼到今天為止 大家都覺得中國非常的強大 那從這個角度來講 看美中貿易戰 最後到底會有什麼結果 這是我的判斷就是說 人類最後一定是一個 你的體制有沒有辦法適合人類生存 如果你的體制讓人類無法生存 我相信你會面臨非常大的困難 那這當中其實我感觸最強的就是說 我當年看到鄧小平一九七八年改革開放的時候 我認為中國一定會強大 這走了四十年 但是再看到習一開始把任期改成無任期自由 我認為中國會遭遇到非常大的困難 到今天為止我還是認為說 你在文革時代 因為大家吃不飽 所以我要這種集權控制 只有一個條件 就是人類的生活水平非常的低 北韓的金正恩用這種方式說 他所有人他說的你要吃要喝 都靠國家領導人 但是中國經過四十年之後 他富可敵國的像馬雲這種 一定很多 這個時候你沒有辦法去拴住他的雙腳 他會跑 他的錢也會跑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就是中國在往前走當中 我認為是非常困難的一局 等一下回來請敏老師 把這個裡面的內涵 來跟我們好好分析一下 稍微回來 好 歡迎再回到現場 我想去年 在那個九合一的大選 我們大概都看到一個現場 在台灣的社會 都認為台灣要發展經濟 一定要靠中國 所以只要中國關係良好 台灣就可以發大財 這是大家普遍的想法 但是我想在美中貿易戰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中國經濟已經慢慢疲態 各方面都顯露了 那這個東西很多的盲點 我們請林老師給大家來解答 中國大陸經濟我們不能說他一定不好 但是簡單說呢 你要仔細看一下他是怎麼發展起來的 我說句少說重點點的話 他比較像是一個放大三百倍的台灣 也就是一個比較大的加工出口區 我們從很多地方可以看出來 不過我現在這時間關係 我就列一點 大家都曉得說大陸現在這些年 3C出口比重很高 然後靠3C賺了錢 社長我相信一定非常清楚 就是大陸自己到底能做多少晶片 對 晶片有低接有中接有高接 大陸從10月賺來的錢不多 都是方地產賺的 對 我們就從10月來說吧 10月最核心部分就是3C 現在是最尖端的 我們就不管是手機電視電腦什麼的 基本上都是靠這裡賺錢 好 那基本就是晶片 你說低接 中接 高接 大陸能做的晶片 自己能做的晶片 因為來說低接 中接比較多 高接的非常非常少 但你把三個拉平來看的話 大陸過去每年從海外 從美國 從日本 從台灣 從南韓 從四個地方 基本上進口了大概百分之多少的晶片 數字我一下忘記了 兩百 應該兩百二十幾億 我看到一個數字是三百億上下 但是它佔的比 我說佔比非常高 也就是說它那個晶片 幾乎全部從國外進來的 尤其是高階晶片 所以你一句話說 就是它不從美國 日本 台灣 南韓 進口高階晶片的話 它高階東西是賣不動的 這是華為現在也是這個情況 華為是它的指標性的一個產業 它是一個拳頭產業 這東西就是我希望拿這個推 為什麼要推華為呢 因為他認為說第一 華為在全世界已經鋪出來 加快二十年 在各個地方都已經滲透 然後我現在掌握非常好 第二就是華為現在 在5G上看起來 有些地方是領先的 而如果5G我把它打造成 真的未來領先的這個科技的話呢 那我不就通吃了嗎 所以我前面才說 一個它靠一帶一路 一個它靠華為 現在一帶一路如果不是很成功 它就要靠華為 那麼華為如果說現在被這樣打的話 它基本上是無路可走的 對 那為什麼無路可走呢 簡單說其他東西沒有跟上 對 為什麼其他東西沒有跟上呢 大家記不記得今年年初 大陸的一個有名經濟學家 叫項松座 對 項松座在這個多次演講當中 講一句很重要的話 他說中國大陸的經濟呢 這幾年來看著有個 脫時向需的趨勢 脫時向需呢 就是剛才主持人講的那句話 它靠實業靠製造業賺的錢 真的不多 它大部分是靠房地產 房地產能賺的錢是有限的 這東西跟當年日本一樣 對 日本在七零年代八零年代 它的科技已經相當發達了 這麼發達的科技 但是房地產炒過頭 一旦泡沫化之後呢 它把經濟整個拉下來 對 更不要說大陸的經濟本身的 這個製造業本身沒有那麼強 當它這個製造業不夠強 它只靠這個房地產去拉動的時候 到一定程度一定出問題 那個朱鎔基的兒子叫朱雲來 朱雲來就講說 我們把未來三代人房子都蓋了 說白了就是 咱們兒子那輩子這個房子蓋好了 咱們孫子那輩子房子蓋好了 咱們曾孫那輩子房子也都蓋好了 但是他們不一定買得起 現在問題在這裡 如果說大家都不去做實業 大家都去炒房地產搞金融遊戲的話 那你說怎麼辦 現在當然大陸不是沒有注意到這問題 其實大概這幾年 他們都在說這個是 李克強講的話講得特別重 李克強多次講說 我們要為民氣輸貨 你要貸款給民氣什麼等等 我們團隊為了這件事情 就特別去找了一些民氣來訪問 包括在大陸裡面跟出來的 我們都有接觸 我們就詳細問了 我們說李克強總理講了這幾年 你們現在借錢有沒有更容易 他說沒有 借錢沒有更容易 借錢越來越困難 我們說不是三定五升又降準 然後又說定向降準 又把錢放到什麼地方去 然後說要帶給民氣 怎麼你們借不到呢 有一個老闆講得最清楚 他說我按照中央的精神 寫了一個非常好的擴張計劃 我怎麼擴產怎麼投資 怎麼引進人才 怎麼引進技術 然後我就去申請 我借不到錢 然後旁邊那個做類似的錢 也借不到錢 大家都借不到錢 就有一個傢伙借到錢了 他說怎麼借到錢了 他扛房子進去說我還要炒房 我還要炒房 拿著規規矩矩的 這個企業擴張書的計劃書進去 借不到錢 但是說要炒房借到錢了 為什麼 因為他有抵押 他有一個很紮實的東西 即便沒有這個 你的計劃不成功 我還有一個房子可以拿回來 當中央其實有一個很大的主標 就是說日本泡沫經濟發生了 日本的房價的市值啊 是他的國民生產總值的兩百二十趴 大陸這次多少 四百七十趴 是 兩倍多嘛 這個是嚴重的 兩倍多嘛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 我們擺明了這黑犀牛 對你衝過來了 對 現在你是怎麼奪法嗎 我想我們先逃到這裡 回來之後來看看 習在這次送中 反送中的事件當中 來看中國的 現在習的統治 跟他的未來 我想這次二十馬上 他跟川普要兩個會面 那我想習的地位 跟未來他的挑戰 請習老師 請明老師給大家 來指點明星稍微來 好 我們節目漸進尾聲 我想時間很有限 但是我心裡有一個疑惑 就是習跟王岐山 你看到你剛剛講 這個班農跟郭文貴 郭文貴每次打都打王岐山 他從來不打西 打過一次了 很少 但這個比例不成原則 就是不成比例 那這當中就是 我們現在看到 在香港這個事件之後 習現在所面對的挑戰 我想這個特別請教明老師 應該這樣講說 我們前面講的內外的挑戰 都還沒有減輕 那我們這次看到就是說 其實我們剛剛前面講的 習所碰的內外的挑戰 其實都還在 那只是說 這次跟川普見面之後 有沒有辦法減輕一點點 我們前面講說 川普想對中共 想對習近平打五戰 但是我得把那底線講清楚 他可沒有想把習近平 或想把中國打垮 對 這是很明確的 因為現在中國的經濟 跟美國經濟 跟世界經濟 勾連這麼緊 中國如果整個打垮的話 那全世界都很慘 川普自己也會非常慘 他也曉得 所以他只是說 打到你讓步 然後讓到就是我們可以 好好做生意就可以了 對 所以我們判斷最早 習不是不願意簽的條約 他願意簽的 但因為內部剛剛講的 反對力量太強了 他被迫就是 我要知道先頂回來 現在頂一頂 一方面是做給川普看 將來好談判 二方面做給內部看說 你看我並不軟弱 所以在情況下 你看他答應重開談判了 那現在在談 所以Z20會有交易 會有交易 但是這一次談不談的成不一定 對 簡單說就是至少開了一個 重新談判的機會 大家都給對方再一次機會 對 我想現在看起來 這一次有一些特別的現象 就是說你看到 在五月十號 川普開始對中國的倉品 開始課關稅 這關稅是下手很重的 但是第一個 全球股市都沒什麼跌 這個是如果下手很重 他會崩盤 但是我看都還好 然後這個禮拜你看到 美國股市到窮指數又到兩萬六千多了 這兩萬六千多已經又快創新高了 他下去上來 這個就是看起來有一回七折的這種效果 所以我常講 資本市場一定比人永遠早知道一步 也就是說背後一定有些故事 我們是看不出來而已 我想要再準確一點就是所謂的資本市場 其實另外一個力量叫做華爾街 華爾街對不對 對 那那個說除了我們前面台面講了說美國 然後中國 英國什麼等等之外 還有一個華爾街 他是一個獨立的player 這對我們不能低估他 對所以我想這個就告訴你 在資本市場一定永遠都告訴你一個未來的方向 這個未來方向現在看起來沒那麼悲觀 所以也許在這個禮拜的Gios會談當中 大家可以稍微拭目以待 我想習跟川普當中可能真的會有交易 這個是大家可以稍微來審視一下這次變化的內涵 今天時間到了 非常感謝明老師今天幫我們全國觀眾朋友上了一堂課 下回我們再好好請請教明老師 今天感謝大家的觀賞 下週同一時間請大家繼續收看 小明星期間 快點 電視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